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港人港地執行總編輯許兆基 印度近年不斷發展 在國際間的影響力模擬越來越大 當然該國受到以美國為首 釋放國家重視的原因 與那些國家吹捧印度 打壓中國的戰略不無關係 印度想成為發展中國家領袖 這個野心是無庸置疑的 而我們從美國等西方國家 對印度的偏袒和包庇中 亦都可以看到 這些西方國家扶植印度 作為他們在所謂印太地區代表的心 基本上已經是司馬超之心 勞人皆見 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西方國家 對印度到底有多麼的口愛 對中國也有多麼的不公平 相信大家都知道 新疆和香港兩個中國的地方 近年都不時是受到西方政治勢力失實 和無理的攻擊 西方將這兩個地方視為可以持續攻擊抹黑 和制裁中國的缺口 抹黑和攻擊的內容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來來去去都是說 這兩處地方的人權狀況非常之惡劣 沒有基本的自由 而新疆就更加進一步被誣衊 出現所謂的種族滅絕情況 要多麼誇張 有多麼誇張 先不說新疆和香港的情況 肯定不是西方國家和媒體所描述的那麼不堪 我相信很多觀眾反而更想知道 到底深受西方世界追捧和口愛的印度 該國的所謂人權狀況 是不是真的這麼十全十美 令到該國即使疑似做了 什麼過分的行為都好 都不會受到西方國家的攻擊和制裁 甚至連譴責一聲都不敢 在這裡 讓我們先看看一個新鮮熱辣的個案 大家看完之後再幻想一下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香港的話 外國政治勢力會有什麼行動呢 據報印度警方本星期二起 去到超過三十個地點 搜查多個記者和評論員的住所 拎走了電腦、手機等等 同時拘捕新聞網站 NewsClick創辦人普拉卡亞斯塔 和人力資源主管查克拉阿提 有報導指出 今次事件的封硬NewsClick 成立在2009年 在印度裏少數批評穆迪政府的新聞媒體 而早前已經有美國媒體指出 NewsClick是收取美國富豪 新格漢武資金為中國宣傳 印度當局在8月17日為此立案 而NewsClick方面 就已經否認了有關的指控 守記者和評論員的預所 拘捕新聞機構的創辦人和高層 這些行為對西方國家來說 不是很嚴重嗎 美國總統拜登 為什麼不即時衝出來 關注和譴責一番呢 可能會有人說 今次事件或者涉及印度國家安全 因為有媒體收受外國資金為別國宣傳 理應受到監管 真的嗎 那就奇怪了 在香港 前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 明明是因為干犯了欺詐罪而被判刑 同時因為涉嫌作為攬炒行動的幕後金主和主腦 而被控以港區國安法之中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不是因為新聞工作而被拘捕 香港警方國安處的行動都會被美國和英國政客群起而攻之 這又是甚麼理由呢 第二個例子 印度東北部曼尼普爾邦早前有兩個學生被殺 當地的族群衝突因此不斷升級 亦觸發群眾大規模的示威 有報導指出 當地學生9月27號群起示威 向警局等建築物投擲汽油彈 結果遭到當局武力鎮壓 至少80個學生受傷 嘩令到示威者受傷 武力示威者是否有動用汽油彈等致命武器也好 在西方國家眼中不是都不能接受的嗎 為甚麼今次又不見西方國家 好像2019年香港反修例暴動一樣 走出來譴責印度政府和執法部門呢 為甚麼呢 事實上印度武力鎮壓示威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情況 早在2019年 該國通過了充滿歧視性的 公民身份修正法案 排斥印度周邊國家穆斯林移民入籍 結果引爆連續多日的全國大示威 根據印度政府的一貫做法 鎮壓自然都是毫不手軟的 除了使用催淚彈 更加曾經直接開實彈 最終死亡人數達到幾十人 大家又知不知道當日美國是怎樣回應 印度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呢 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表示 我們尊重印度的民主 因為他們在印度國內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完全明白了 這些就是所謂西方價值觀和態度 近年我們經常看到美國和歐盟對中國指指點點 甚至為了應對所謂的中國挑戰 不惜破壞國際貿易常規 封鎖多個不同產業和技術 除了美國的芯片封鎖之外 歐盟一個官員日前亦表示 歐盟委員會將會評估四大關鍵技術 確保不會給一些不符合歐盟價值觀的國家用作武器 包括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和生物技術 有分析指出 歐盟今次的行動再次是以中國為目標 不符合歐盟價值觀? 印度政府的種種行動原來真是符合歐盟價值觀嗎? 大家認為歐盟委員會會限制印度取得 歐盟這四大關鍵技術的研究成果嗎? 價值觀、人權、自由說穿了 都還是因為怕被中國超越 假人假義、假猩猩 西方政客還好意思站在道德高地上 對中國指指點點? 算吧 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明晚見 拜拜